为何一个所谓有专业的立法会 我们可以容许一个无民意授权的政府 派他们的公职人员 长期在我们的会议室门口 去监合我们的议员 好像狗仔举跟着我们的议员 监出监入 去取他们的记录 这一个是不是我们香港社会接受的 这个大家问大家的自己一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立法会的专业来的 政府到底有没有 在立法会里面和立法会主席 串通做了政府行为 来去监察议员 包括记者所有在场的人的 这个知人 为什么我们作为立法会 人民受议的地方 反过来今天变成了一个监狱 我想问我自己走去周围 用那个方法去挣扎其他人的 的私人 可不可以挣扎林郑月娥 走到郑月娥那里 可不可以 不可以吗 就是说他们是在立法会的默许 看下行使他 在做着的政府行为 你保皇党是不应该上当上线的地步 要去贼断他的意识 透过这件这样的事 甚至是蒙托了 这件事本身最重要的核心问题 就是一个立法会 应不应该这样的一个 很民意授权的政府 跟那些议员跟出跟入 盯着他们出出入入入 我再说一次 许智峰并不是在街上 见到一位女士 无缘无故走去欺凌她 调弃她 而是她见到一个 女性的公职人员 很明显 她已经违反了 立法会六七十个议员的公众理 如果 你保皇党 觉得许智峰真的这么有问题 要查她的话 拜托你首先交出你们那些人 我再说一次 如果是要用 基本法第七十九条 第七项 轮到轮到许智峰 何君尧 公职人员是不是不当罪 自己有地在高尔夫球场旁边 都不伸到十二万尺 那些是大利益 如果保皇党 真是这么把炮 这么管事的 这么严正 这么公明的 要处理这个问题的话 何君尧 杀无赦的那些 他不准准 不立国委员 他就搞搞他 周浩鼎那些 他又反对 什么标准来的 如果他们这么公正 严明的办事的话 麻烦他们站出来 我就认为今次 这件事 就是应该是到此为止 因为他们 已经作出了他们的投诉 甚至是交给警察去处理 要剥夺 即使要剥夺 许智峰的议席 那个都是香港人 不是保皇党 对吧 对吗 对吧 是 是 啊